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Hi各位朋友我是小咪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來開箱淘寶的超辣戰袍系列了 這場小咪懷孕有多久 就有多久沒有拍這個系列 因為呢懷孕真的讓我覺得 我覺得像米其林一樣 真的好胖喔 自信心是直線下降的 那為什麼要重新拍這個系列 是因為我在看到Vogue有一期專訪 訪了雷哈娜 這個號稱是全世界 全地球上呢最辣的一個孕婦 她到底說什麼奇葩的話 會讓我這樣子改觀呢 因為我其實也有在看王思嘉的影片 但是哇 雷哈娜那個是突破天氣的辣 顛覆你的想像 原來孕婦也可以這麼的火辣 所以今天呢我們在開始之前 有準備一段話要給大家 今天也特別準備了五套超級辣的孕婦穿搭 保證走出去一定是 比一般美樣那邊穿那種很可愛的衣服 還要高的回頭率 相信我這五套呢 太為關子啦 我們就開始吧 GO 第一套我們就直接選超級辣的內衣外穿系列 因為我在很多地方 然後看一些媽媽穿搭 孕婦穿搭那些的 她們都是把自己包的緊緊的 但是我覺得 女生懷孕就是 就懷孕而已啊 但是你還是你 你一樣可以就是穿得非常的性感 非常的辣 大家如果可以發現的話 就是我的IG 臉書 Youtube 通常都是喜歡穿那種 透視感 或是兩截式性感服裝 所以為什麼要因為懷孕 就不穿這種衣服 這一集呢 不會教你怎麼長肚子 因為呢 孕婦最大的特點就是你的肚子 這麼性感那麼可愛 幹嘛遮了 你們還記得就是在一開始最前面那一串英文嗎 她就是在今年的四月份 雷安娜受Vogue的訪問的時候就有提到 然後這一套應該算是特別致敬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對比圖 給我的啟發會讓我覺得 欸我在前六個月其實瘋狂的在長肚子 現在已經要八個月了 但是我也想說為什麼同樣都是孕婦 可是我們的觀念差這麼多 我們常常就是會被鎖在一種枷鎖 就是亞洲人就會比較保守啊 我們可能受到這些亞洲明星的影響 傳統的思想會覺得 女生就是應該乖乖的 然後包得好好的孕婦就好孕婦的樣子 什麼叫做孕婦的樣子 孕婦的樣子就是自己媽媽的樣子好嗎 之前算什麼樣子 那就應該要算什麼樣子啊 所以我們可能對於一般舍美的常規 例如美國文化的髒辯啊 或者是去醫美診所他們第一個招牌的 就是縫雙眼皮嘛 在打美白針嘛 一白遮三醜嘛 其實這些都是 嗯 常規的那種 對審美的常見的一些觀念 但其實它並不是適用在任何人身上的 那今天呢 我就特別選了這一套 我覺得女生穿這種寬寬的袖子長長的 像我老公那時候跟我講說 那我覺得肉肚子呢 雖然有人說可能肚子會著涼 但是 現在天成是太熱了 而且穿這樣子你不覺得很辣嗎 我就不信我走在街上 那些肉人回頭的那個 頻率會不會看一般妹妹的那還要少 很可能 我們現在就要拍這個 實際肉人就是看我孕婦穿搭 跟一般妹妹穿搭 他們會先看誰 我相信剛剛那一套呢 跟我這一套很多人都會智慧說什麼 孕婦穿什麼高跟鞋啊 你想想看一般人就是穿高跟鞋 都有機率會跌倒的 那更何況是孕婦 因為孕婦比較重心富吻一點 那這些東西你要自己去評估嘛 我就喜歡穿高跟鞋而且我還要尖頭的 政府並沒有明文規定說孕婦不能穿高跟鞋 那為什麼我會在這邊說要穿高跟鞋呢 其實也沒有 你要不要穿高跟鞋就是你自己爽不爽的問題 如果你今天有一條規定說 如果你今天穿高跟鞋 那會有1800元到5400元以下的髮環喔 那我肯定不會穿 那穿高跟鞋好看嗎 像不像嗎 好像 好像喔 而且我跟你講 我這個人生活呢 是非常非常有條有理 而且呢 我連小細也都不會犯過了 就像我連洗衣精都特別使用 嗯? 其實有沒有消分機會 洗淨嗎?洗衣精 這是特別跟Dazzy他們聯名推出的啦 有沒有想過連洗衣精我都特別換了這個 可以洗淨95%的過敏原 洗淨滿洗衣精 換這麼好的你知道嗎? 懷孕對於那種氣味非常的敏感 這種事情我都很挑剔 不管是橘子工房的香氛精味 洗淨滿洗衣精 還是好吃的Dazzy蜜糖吐司 這兩個都是我非常喜歡的牌子啦 我們來看下一套吧 我們在看那篇Vogue的文章 就是看到蕾安娜 她其實對於懷孕這件事情 就是努力的不長度 所以我們就這樣露我們的肚子出來 因為呢 你讓人家知道你懷孕又不是很可恥的事情 所以呢 讓肚子露出來也不會什麼不好的啊 就是 媽媽就是要穿自己喜歡的衣服 要當就要當第一枚的辣媽 是不是 呵呵 這就是我的孕婦穿搭嫂子 我不長度啦 而且呢 除了你穿搭好看之外 其實你的衣服味道也是佔有很大的比例 我一直在追尋的清新草本香 讓我隨時保持女生的香味 好啦 這是我們的最後一套啦 其實我們今天呢 一直在強調就是要愛自己 你最美麗的樣子 你當然就懷孕過程會很開心 你的小孩當然也會很開心啦 那同時 就是藉由蕾哈娜穿搭孕婦事件 因為他真的很多人講到什麼 就是孕婦穿著不檢點 然後 很做作啊什麼什麼的 不為小孩著想 但其實他才是為自己著想的那個人 因為他 可以從這件事情去反思一下 自己是不是被 社會的框架局限住你的審美成見了呢 所以很多議題我們其實可以 從小事情去那邊去想想看的 因為我們像 穿漏肚妝不一定要小蠻妖 我孕婦肚子大跟什麼樣我照樣穿 又或者是 怎樣 他們就不能穿露腿裝 我現在就是很胖 所以我就是很喜歡穿露腿裝 我相信我 我生產完之後一定會瘦下來 但是我還是對自己挺有自信的 那這些呢 五套服裝 我自己會覺得說 希望各位孕媽們 你有剛好看到這一集 你從此改變你對於孕婦的審美框架的話 那我覺得很恭喜你 但是呢 我會想到一個事情 這些都是淘寶好物開箱買來的衣服 那我們知道淘寶買就是從倉庫裡面就是拿出來 還是有很多髒污 然後可能又有殘酷臭臭的味道 尤其懷孕後對那種氣味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挑剔 就是非常的敏感味道 會讓你覺得 啊 聞到什麼不好的東西 真的真的 很想死 所以這種事情呢 是千萬不能馬虎的 像是我自己本身的健康安全 還有寶寶的安危呢 我都非常的在意 所以任何事 連洗衣服這種小事呢 也都要面面俱到 好 這次橘子工坊西手Datling首度跨界聯名 推出添加通過IFRA國際認證 天然來源植萃精油的香氛洗衣精 而且呢 他們還有獨家的抗回污技術 讓你洗出來的髒污呢 不會回復著在衣服上面 像我們剛剛這件衣服 我其實有沾到一些髒髒的 我們就先把它洗洗看 看各位覺得這些效果怎麼樣吧 看回污的功效最厲害的一點 除了洗去髒污外 是可以真正的讓洗出的髒污 不會沾衣物纖維 避免衣服剛洗好時聞起來很香 但天氣一熱 穿上後又容易飄出臭味 洗淨後的衣服超級香 剛剛的髒污通通不見了 整件白嫩嫩的 當然智菌呢 還有洗精過敏的這種功能 是絕對不可以少的 尤其現在夏天超級容易流汗 衣服濕濕濕的超容易滋身細菌 所以呢 你非常需要一罐 洗月子工房 香氛敬味 洗淨完洗衣精 一瓶滿足你的需求 好了不知道各位你們最喜歡 今天介紹的五套哪一套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喔 那麼今天特別介紹的Dancing 還有橘子工房 一起聯名的洗衣精呢 相關資訊我都會放在底下資訊欄 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去那邊看一下喔 記得訂閱按下小鈴鐺 才不斷的新片段 我喜歡的影片掰掰 掰掰 掰掰 按下小鈴鐺 掰掰 below 兩 поп刀